饮料包裁龙头红泉领先了同业进军非洲市场 他们计划要在非洲的东南部的滨海国家来设厂 另外红泉也会和柬埔寨的通路商来合资 设立当地的首座宝特瓶包裁厂 希望能够成为红泉未来十年的成长动能 饮料包裁大厂红泉即将走出亚洲进军非洲 计划在东南部洋海墨三比克设厂 放眼全非洲十亿人口的庞大市场 加上重要客户可口可乐在当地售价比国内还要贵 未来红泉不只可以卖给当地饮料业者 更能直接供货给已经抢进非洲的可口可乐 进一步贴近双方合作关系 现在都有开始谈合作那也已经都有确定了 红泉透露目前已经准备与当地台商合资设立包裁厂 投资金额等合作细节都还在洽谈中 红泉强调从目前非洲市场来看 低价的酒类以及饮料市场非常缺乏 有机会为公司未来十年营运增添新活水 那么在东南亚我们陆续在缅甸印尼 甚至于在泰国越南 我们都有在第二期的工厂的一个开始 抢进非洲之外 红泉看准柬埔寨没有厂商生产宝特瓶 全数仰赖进口 将洗手当地通路商合资设立首座宝特瓶包裁厂 另外也与缅甸大型通路商以及魏丹 合资8到10亿台币 建立泡面与饮料厂 全力进攻新型市场 复制深圳景红台北报道